真正中国要闹事都是从底层这些地方开始闹 放心吧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青岛路虎打人那个事我讲不了 为什么路虎打人事我讲不了呢 就是你说现在杀人这么多 这个那个那是现在社会的利器正常 底下说了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对面这个人 他是不是已经被生活逼到了绝境 我们有大量的人是生活已经逼到绝境的人 生活逼到绝境的人 那你惹了他那发生什么事就行 但是像这个路虎这个事 因为这个事呢前后的细节很多我们都不了解 比如说这个车怎么就堵上的 堵车之后在两个人吵架之前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怎么导致这个事出现的一个结果 我们都不清楚 当然有很多人说这个网上这个事 是因为要为了这个地下的黑的代孕产业链 去洗白 所以把注意力移到了路虎这个事 这个我也不清楚 因为呢这种事呢 逻辑上呢 这些事在中国都不应该火爆 这些事相对来讲 现在这么多杀人的事 天天都是杀人 灭家 灭族 自杀 这些事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 小的不能再小的事 知道吗 你讨论个路虎干嘛呀 那么多人全家都被人清了 都没人去聊 路虎在我们很多社会底层 是事吗 这不是事 坚决不是事 所以这个事为什么会吵这么大 那咱就不知道了 所以你让我讲路虎打人的事 我讲不了 因为有些事我能讲 跟大家讲 比如说当年唐山的事 我就能给大家去讲 对吧 后来有一些什么杀人的 包括一只器官的我都能讲 但是路虎这个事 我真不知道前因后果 我也不清楚这个事 为什么能吵这么大 九千亿我跟大家讲了 你孩子问 肯定是真的呀 你是第一次听我讲吗 我没九千亿之前 我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 我说贪腐一两亿都是很正常的事 就是这个多少次跟大家都说过了 你们如果是你们老听我的人 对九千亿一点都不吃惊 你怎么会吃惊呢 就这个算啥呢 跟大家天天都在说 北京朝阳一个税务专管员 一个工商专管员 一个税务局 当年叫工商局 当年叫税务局 一个专管员最底层的人 一个人有个几个亿都很正常 对呀都很正常了 你看看那个社会老百姓 你们的存款 怎么到将近两百万亿的 你们都有几个钱呀 那两百万亿存款 从哪出来的呀 所以你们怎么会觉得 这个事会很震惊呢 一点都不值得震惊 一点都不值得震惊 听明白了吗 你没什么市值在意外 这有什么可震惊的呀 中国共产党干的所有的相关事情 不都是这个样吗 有哪个不是这个样子呀 所以大家有啥可以吃惊的 不用吃惊 不用吃惊 对呀 而且这种闹事一定是社会底层 因为底层会最忍受不住 大家知道啊 一个人用暴力解决问题 和用非暴力解决问题 跟所谓的文化程度 跟所处环境关系很大 一个人所处的环境越低端 文化程度越低端 生活条件所迫 越喜欢用暴力去解决问题 反之越不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所以中国真正开始出现暴力问题的时候 一定在四五六线城市或者乡镇 乡村 这些地方的人呢 本身就容易抱团 大家的整个的环境 又是那种地域性环境 整体呢 可能见识又不是特别多 当生活承压到这个程度 大家都认知是一个人的问题 今天在一个县城里面出了个问题 全是造一个谣言 全是这个县里面 比如说是公安局局长 就这公安局长干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一千多人都很倒霉 这公安局长干的 所以我们这一千多人 必须到公安局长家 把他家给砸了 那可能大家说一个号子 镇里面 县里面吧 县里面 大家说个号子 这帮人就去了 最起码就敢把这个公安局长 他们家楼给围了 把他们家房子玻璃给砸了 肯定敢呀 但你在北京上海这事你敢吗 对就不行 所以呢 就是真正中国要闹事 都是从底层这些地方开始闹 放心吧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这没啥可说的 会越来越多的 代孕不是在山东啊 我跟大家为什么说这么呢 代孕全中国到处都有 我认识中国做代孕的都不下于十家机构 干活的基本上都是三家医院的医生 大家都在挣钱 他说的价格其实也不对 我在国内 我当年因为要代孕找过人 正常的我要挑人 还是大学的女孩子 挑人做啊 一个人 一代孕一个孩子50万 代孕两个孩子70万 这是国内的关键 他那个新闻揭露价格也太贵了 那个价格 如果那个价格 你可以唐唐正正去泰国 或者去美国代孕了 要到一百万 一百三十万就去美国了 谁会在中国做呀 你在泰国在很多地方70万左右 80万左右到处都是 谁会在中国做呀 那么贵的 所以他那价格不对 就代孕的那个事 山东的那个 当然那个事太多了 所以没必要去说 好吧 就现在呢 其实中国的这种乱的程度 大家躁动程度 把这个男女关系也搞得很畸形 很难结婚的 你们现在如果去结婚 也是就是大前世界接触的很少 外界环境见识的很少 社会中下层的人 才相对容易结婚一点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什么都没见识 什么都没见过 也不理解什么叫做 高效率的生活 所以大家都已经麻木了 麻木好 这个时候就容易结婚生孩子 但凡你要是有了见识 了解了外面大前的世界 你就很难再结婚了 结婚的待的时间也很长 长见识了 对啊 你长见识了 男人长见识了 没在外面那个世界谈过女人 也知道那个世界的女人 是什么样子 也从很多的方面了解 那个女人之间跟男人之间 怎么沟通交流 感情是什么 你说回到低端的那些女人 怎么能够让你满意呢 女人也一样 女人长见识了 也知道高端男人是什么样 他跟一个不让他满意的男人 因为婚姻一定是 谈恋爱是优点存在 因为优点 婚姻是因为忍受对方缺陷 才能保证的 那大家只要都有了见识 而现在呢 社会上又把大家压抑的这么狠 让大家都没有相关条件 来满足自己匹配的见识 没有啊 因为都被上面一小撮人拿走了 物质极大的集中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导致 男人跟女人都很难走到一起 真的是很难走到一起 好吧 而且婚姻也都是 也都是阶段性产物 不管男方女方 只要条件也好了 都是阶段性产物 先做站桩 八把葫芦宫很复杂 先站桩 中南海听床师的故事 你听啥床呢 听啥床呢 我不知道你要听啥床 你是想知道国母有多少个小情吗 这都是外传的 国母敢吗 国母敢吗 对吧 这是不敢的 去日本跟大家聊 没有问题 去日本跟大家聊 没有问题 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 听我瞎嗶嗶 反正这个频道也是胡说八道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